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现在可以到赛场看看我们比赛的第一轮的情况 好 我们带大家去赛场看一眼 对 这个是我们联赛开幕式第一轮的比赛 对 这是平山的体育馆 裁判长刚宣布比赛开始 这是孟辰和庄一亭 对 平山这个地方很适合下棋 因为很安静 我去年少年赛带队去的 环境很好 这个是汪洋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说的这番棋吧 对 黄海林和谢亏 对 黄海林对谢亏 赛场还是比较壮观的 好 我们回到棋盘上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山东队的谢亏 对广东队的黄海林 对 两位大师的比赛 那么第一步棋 谢亏是选择了先知路 对 我们一边看棋一边聊 兵棋进一 谢亏大师是一位 好像很善于先知路的布局 对 他很喜欢 但他的对局里面先知路很多 对 这个布局也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 是的 很有信心 对 他好像带领山东队下了不少 联赛的棋 那么黄海林也是广东队的一名棋手 而且他的布局非常娴熟 这是出了名的 对 广东队每个拉出来都很娴熟 对 但是黄海林可能在这方面比较运步 更擅长 对 更擅长一些 写完了有点活棋谱的感觉 是 有这么一个外号好像 那么黄海林走了足底炮 对 红旗炮 平五 平五 黑方向三进五 这都是流行变化 比较常见的下法 对 那么下到这儿呢 实战中呢 黄海林选择了十六进五 除了十六进五呢 大家更熟悉的应该是马尔进三的变化 对 这个 马尔进三给大家摆两步 马尔进三 足三进一 这个是比较针锋相对的下法 对 红方 鞠一平二 黑方 黑方过足 红方 红方在马尔进九 下到这儿呢 今后红方呢 有鞠二进四 追逐这个黑足的手段 这样呢 就是黑方随过一足 但是红方出子领先 仍然持有先手 这是一个棋手经常选择 就是大家喜欢使用的一个布局 可以去把它研究研究 因为这很常见 好 那么下到这儿除了马尔进三呢 还有一路变化呢 是马八进九 挑编马 对 这个也是不少 其实我喜欢的 比较稳健的 曾经也是一度流行 因为走马尔进三 鞠一平二之后呢 黑方足三进一 这个变化比较激烈 红方呢 就想能不能选择一个 稍微稳健一下的 试图就避开黑方的足三级 但是这个棋呢 有一点点的不理想不足吧 就是骑兵和编马配合是失调 觉得有点忍让啊 是吧 对 让这个足底炮威慑啊 就等于是在这个回合 显着心有不甘吧 调了个编马 对 那么这盘棋呢 红方有一个构思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老变化 不能算新变化了 四六进五 四六进五 这个棋好像有点违背 我们布局的一些理论 我们在学棋 我记得这二十年前就有这个变化 对 这是最早晨上官下出来的 对 好像很老 这个是一位老棋手 这招棋呢 违反了一些布局原则 比如说出动大子 对 他前两步就支个事 对 还没怎么着呢 走了个当头炮 支了个事 觉得有点慢 但是他呢 有他的一个心意在哪呢 他在有效的防范了 对方足三进一的威胁情况下 保留了今后跳马八进七的机会 对 因为现在你走足三进一 他就白拱了 你大象人正好顺势跳马 他出子速度加快了 对 所以这招棋呢 也是颇有心意 总的来说他还算工整 最近棋手呢 对这个变化有了新的研究 所以又展现出一些精彩的变化 对 棋手推身出新 黑棋 这个时候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这是正常下法 除了马八进七呢 还在这个局面下 曾经还出现过十四进五的一个选择 我们可以给大家的演变一下 十四进五 先把中路五捕后 完了如果你现在炮打中兵 他正好借机 那肯定 应该红枪不太肯 要打可能早就打 对就是啊 后手打 对 人家正好你要打兵 人家不带姜嘛 人家不是了 然后再跳马 踢你一下还挺难受的 通过追逐中炮 对 快速出子 那么红方呢 一般情况下会选择 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黑方 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 红方呢也不急于出局 他呢先跑八平六 跑八平六 刚才咱们说了 这个知识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马呀 有机会 正起啊 对 那么黑方这时候也有比较有意思 因为你既然今后要跳正马的话 如果走马二进四呢 这个位置不太好 正好红方 马八进七 再马七进六 威胁这类 对 正好类炮 靠上了类炮 所以黑方呢 这个时候 跑三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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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掉 黑方的构思呢 就是我先得实惠 然后如果能跳起马二进三的话 那这个阵型非常的舒服 对 那么红方呢 它也是一个瞬间的一个随机的调整 对 随机的调整 这个时候得赶紧打掉了 要不然马二进三了 跳起来 看不住了 对 打掉 红的炮五金四 对 炮五金四打掉 让他踢 他炮五金四之后呢 这个马二进三 一踢 炮平一打 连得两兵 对 这样红旗比较实惠 对 出局 局平二 下到这儿呢 黑方呢 有就很多种选择 对 分支了 可以推荐给大家 先推荐一招吧 就是我觉得 这个棋 这个很积极 很积极 对 直接分析 那么这个棋的结果是什么呢 红方是多兵 但是 黑方的出紫 可能略微的速度快一些 形成一个对象先手的局面 也是曾经有棋手 曾经尝试的 效果还可以 对 棋面方感兴趣 可以下面看看棋骨 对 我们先回去 我们慢慢退 这个 好 对 实战是马八 马八一七 红的马二进三跳 马二进三 飞的G9平八 这都比较正常 G9平八 红方如果出局 黑方有可能就足气进一了 所以红方现在 抢一个两头蛇 就不着急出局 黑方 炮八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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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红方比较齐行 速度到现在 现在红方 两头蛇停起来了 但是感觉出紫还是比较慢的 所以现在红方加快左翼出紫 炮八平六 我觉得这个炮八平六和十四进五的结构 这配合 对 这个配合是红方十四进五的一个初衷 它就这么设计的 它确保了这个马能从正面出动 对 反正我先占这便宜 其他的怎么慢不慢 待会再说 而且五六炮这个旗 也是一个比较稳健的布阵格局 对 所以红方看着很严谨 尤其补起势来吧 虽然很慢 但是它阵型很严谨 所以很多奇迷方问 就不会下旗的时候 我先G一个五六炮 然后看你怎么办 对 但是它也有它的弊病 要下的时候注意它比较慢 五六炮确实比较慢 对 即使不支这招式 它也是比较慢 对 该黑棋了 该黑棋是 该黑棋跳马 马尔基 红的 红方 跳马 这样黑的出局 对 出局 这样黑的两条大直局 完了 红的 我们简单把这变化 摆一下 这个实战招法 下到这了 下到这儿 实际是一个常见的格局 在20年前 反正我学棋书 就已经有这个格局了 是吧 在当时有很多名手 来尝试的运用 在这个后来大家的研究 觉得 适思禁武 是当前的一个算是本手 但实战中 黄海林没有选择 她选择出其至胜 出其不义 走了个十六禁武 对 这十六禁武 其实我当时看七谷的时候 我还是略觉得有点别扭 对 我们先看看 如果要适思禁武 为什么说这是本手 对 适思禁武是非常 比较顺的 坚实的一个下法 那么红方也没有什么选择 因为这局也没好路 他先得实惠 吃掉 吃掉以后 黑方 活跃 吃掉 通过先切后取 把冰吃回来 补个像 黑方吃掉 这样红方该出居了吧 红方该出居 对 其实我觉得这样 红方多个中边 黑方居二进三 抢个仙 抛五退二 基本这个棋 就会演变成这个格局 定型了 这就定格到中局了 那么这个棋的结果 应该是红方略好 我也觉得是 红方略好 这个大头兵还是很大 对 虽然红方居出的慢 但是黑方也没有太好的手段 就还算工整 对 黑方现在得到 就是子力还是相对灵活 尤其双居站位 对 攻防还是比较合理 是的 发展下去 可能红方略好 黑方也可以在周旋 这是一个大家认可的一个布局 那么当然黄海林 对这个布局也很清楚 谢亏也很清楚 那是肯定的 所以说黄海林不想下成这样 觉得你好一点 我不甘心 那么就有了石榴镜舞的演变 就看看我们的实战 他们怎么变的 好 到这里 那么实战中 黄海林石榴镜舞 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对 那么下到这 这个与石榴镜舞就不同了 当时谢亏选择的 还是马六镜舞 这招棋 但是感觉上 其实这招棋 应该跟石榴镜舞 是有变化了 应该变了 随着人家变要变了 对 因为红方现在应该抓住 石榴镜舞的问题 在于它的底线 实际是有问题的 花石像 花石像 一般两个底线都有问题 对都不安全 对都不安全 它是花石像 就拘将不着的 但是两个炮 对它威胁很大 对 所以我们建议 亲朋友少知花石像 对 这也是看机会 看局面发展 对 那么下到这儿 实际红方 现在的问题 就是在于出拘 所以红方现在实际 应该是先按兵不动 想办法出拘 对 红方比如说先走个 拘一拘一拘 这么出 这种棋如果红方能在有效的情况下 对掉黑方两个拘的话 肯定是红方占一拘 那它双马太舒服了 对 因为它两头蛇 先天的优势 也容易体现 所以这招棋就暗藏着今后有对拘的手段 对 而且也给黑方留下一些小小的陷阱 比如说黑方现在如果急于进攻 捐而进武 好 捐而进武 那么红方踩掉 这个时候踩掉 黑方吃掉 红方打掉 踩 抛进尸 OK 黑方吃 吃 那么红方现在有一部拘一拼二的手段 这个时候如果黑方对拘 红方炮六拼二打过来是一个先手 去底下是沙 完了再补项 这样的话红方这个子力出动就非常的顺畅 而且成功对掉了黑鞠 这样黑方双鞠活跃就变成了单鞠活跃 还挺巧 正好是个沙 完了把尸项补好之后 马炮阵地肯定是红方占油 而且红方的鞠马上就会出动 是 红方就稳持先手 鞠尖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看上去 好 那么下到这 但是实战的鞋亏走了是 马炮阵五 吃了 鞋亏走的还是比较正常的 大家都认为采了也是 马炮队二斤四 可爱 鞋二斤四 点一下那解屏 香气节目 香气节目 不 完了 充足 租齐银 这段下段还是笨笨纷纷的 双方 对 这个都是必然招法 吃了 吃掉 下在这 红方是先得实惠 泡五瓶酒 泡五瓶酒打掉 那么现在形成了一个红方多冰的局面 那么黑方现在如何抗衡 如果他不能利用双鞠灵活来创造机会 这个棋就恐怕要处于劣势了 因为少冰 那么黑方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稍后再给大家来讲解 好 休息一会 先休息一会 好 再见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这盘对局 好 下一步 黄海林走得非常的实惠 泡三 进三 打兵 这样缩小了物质差距 对 总是先吃到手 因为黑方肯定不怕对子 对子的话 黑方是兵种齐全 是的 而且双鞠火焰 对 换了红方有点尴尬 对 红方 冰酒进一 黑方 泡三 瓶四 先躲开险地 避开险地 这也是比较正常的 他想出局 对 也该出局了 四三进一 红方 马三进一 下到这 下一步黄海林走了 局八进三 感觉上这招起稍微有点急躁 因为人正好有一个炮酒推移打局 炮酒推移打局之后 你要过足的话 本身的炮也有根 而且人家可能还有这种马四进六 借炮使马 来威胁黑方 这样发展下去恐怕对黑方不利 其实黑方现在应该有一步是比较攻守兼备的招法 比如说走炮四平二 炮四平二 对 不走拘八进三 先走炮四平二 全部觉得啰嗦呢 炮四平二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现在他先出局吧 因为红方一直是这个拘的问题 出局 那么黑方在这个时候再走 拘八进三 换个次序 当你炮酒退一的时候 他足三进一 是先手 是一个先手 反打红马 而是这个时候的红马 大火动了 有点别扭 对 这个棋黑方应该是足可抗衡吧 虽然你多兵 但是我自力活 而且我还有过河兵 对 那发展下去还是一盘可战的局面 他为这足三机买了个伏笔 炮四平二 对 所以这个棋 当时黄海林 我觉得也是 可能有些急躁吧 他也看到了自己双鞠活 他想尽快的让双鞠的位置更好 不过感觉上 拘八进三抢搭线 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错 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对 但是人家正好 正好炮酒退一退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黑方先把炮退回去 那就比较稳了 先稳住正脚 炮四平三 毕竟黑方出紫 可能比红方还略好一点 然后黑方今后再走 拘八进三 双鞠在合围红马 这样发展 黑方也是可战的一盘棋 那么现在这盘棋 黑方有点着急了 拘八进三吃 这样红方顺势炮酒退一 一打 这个时候你不敢 不能剁足 对 这个时候 只能进局点 牵制 对 这样红旗 红方拘一进二 拘一进二 被甩鞠了 甩鞠 黑方的想法就是 我利用两个鞠左右穿插 再与炮 今后可能还和黑马配合 感觉上黑条 其实则挺张扬的 很张扬的 完了 三路足也是跃跃一试 成绩就可以渡河了 那么红方在这个局面下 怎么处理 也是一个很关键 一个局面 红旗走的马西西RT 红旗走的也很好 这个时候黑方 走了一步 居7平6 看着应该是理所当然 因为保持对红方的牵制 对 但实际上咱们刚才说了 这盘棋的特点是什么 红方是多兵 但是马炮阵型 马炮位置比较好 速度快 但是双鞠过于缓慢 如果能找着合适的机会 对掉黑鞠 那么红方 以仗马炮的阵型 是可以取得优势的 所以他居7平6 给红旗对鞠的机会了 对 而且把这鞠走的一个比较狭窄的地方 到时候逼对的时候躲都躲不开 实际这时候黑方 宽敞的地方走走 给推荐一招就是 居7退 居7 退3 杠上是吧 先守住要道 你一会真的跟我对 我有可能往这边起接 你再对 我还能顶马什么的 你还进不去 完了我这边 是不是底线有将军 在退炮立类鞠 再和马配合 看有没有机会 选择性比较大 选择性比较大 而且比较稳健 本身这个你也牵不住 人拘有根 随时可以兵无尽一的 对 所以这条棋 可能是黑方可以抗衡的一个局面 对 给了红旺一点机会 很可惜 当时可能也是有点着急 老绝这俩居在这边 是不是有点齐 他不舍得离开四楼线 肯定是这样的 那么被红旺 拘一拳四 腰队 这样黑的一枪 黑方打僵 那么没办法被逼对了 不能躲了 再躲的话 再躲就跳进去了 太恐痛了 位置太好了 所以吃掉 15斤4 吃掉 下到这儿 黑方走马一进二 这个其实不走马一进二 如果走炮九平六的话 红旺落个试就行了 就防他打试就可以了 所以说黑方也不愿意离开边路 因为他毕竟叼着边兵 他也不怕你换 对 他很希望你换 他少兵 所以他也希望能牵制着 这一踩对居 这是一步好 红旺走得很老练 黑方现在没有办法 刚才说了 这居位置好 咱不对行吗 当然这个时候不对 恐怕子力要受签 对 如果你退 那么红旺 底线 炮九金四将军 再走一步 再往前 炮九金四 将军 退下 黑方退下 红旺 冰九金一鼓 冰九金一鼓 这样你一踢进来 马上进三 炮六银器牵制 现在起黑方子力受签 而且人下一招还有对居 主要是劲都使上了 这鞠九金三 一会不知道怎么弄了 对 完了到时候 一个有对居 一个金有马上进四 什么的 你这子力现在位置都很差 因为你就被签 相也不能飞 这边叼着边 看上去红旺子比较远 但是它使得劲比较足 看着好像挺散的 红一个膝蓋 但是它确实 每个字都有用 给黑方制造了一个很大的牵制 是的 所以这个棋 就是躲不了 逼队也很难受 对 逼队也很难受 OK 就这样 对 跳马 吃了 吃掉 黑的跳马 退居 对 黑方只有腰队 对 吃了 完了靠几几次很好的次序 先过一下门 先过一下门 将军 然后退回来 打掉 黑方马二进三 踩兵 我们从这再审一下 其实都对关了 对 那么下到这 红方依然多兵 对 但是黑方的子力 也不是太差 它马也冲上来了 完了 对 红方也是有一些牵制 对 有的下 对 有的下 那么红方现在怎么抉择 现在马踩着兵 那么炮酒瓶七 先牵制 这是个先手 小三进五 这个时候 红方走的下边招法非常巧妙 它并不是逃兵九进一 如果逃兵九进一 对方可能有一个炮丝进一 我当时就想着逃兵九进一 他炮丝进一就把这个兵消灭了 消灭这俩兵一样的情况下 就扯平了 那么这时候 他走了一炮击一 这招很巧 你可以踩 如果你踩了 你的位置就差了 对吧 假设如果你踩掉 他打兵 这个兵若被打掉 就近多两个 不是也不是近多 它是多兵 多两个兵 但是这种残局 因为红方位置不错 因为两个通头兵还是 两个通头兵 红方位置好 这马还随时过防 他会不会打你 对 他可能会进炮打 因为他不打是少兵 他就有可能很危险 进炮正好几会有机会过兵 这样你打了 这时候 黑方很尴尬 他想拿这个炮打 这炮在后边打着 但是不行 为什么 假如你拿这个炮打 他有一个巧招 得子了 这个炮只有跑 这是巧招 这两个炮都在嘴里了 你跑不是你跑这 我底线一打僵 你说我电炮行吗 电炮人踩炮的时候 看上炮了 自己炮看上了 很巧 红方就得子了 所以这就是花式相 对 所以底线刚才说了 一直是有点问题 花式相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故障 对 就这个 这样黑的只能炮九斤四的 但是你炮九斤四 好像觉得也难受 这底下也有点 它底下一僵 你不能飞向 飞向的炮吃了 就只能落石 再踢脚满 再满一斤四 这牛较难受 这只有退炮了 你不能吃事 退炮 那他一将军 你得电炮 他再一抬炮 这抬炮有多种手段 比如这中间一僵 我眼看着 不 这僵也很厉害 这僵你要一支试的话 他一退炮你丢个死 对 完了这还有什么平三的手段 晃来晃去的 还有什么打试的手段 反正这三个字已经是绝配了 对 为这已经集合了 而且咱们看这中兵 你别看他离这远 他很快的 是啊 他几步棋就能贴住你的相 所以这个棋肯定是不行 对 把残局下到这么细 也就估计在联赛里面看得到 对 所以炮七斤这段棋非常的灵巧 真不错 那么黑方没办法 他是想把中兵消灭 炮四平二 准备炮二进一去了 点 进去 把子力开通 准备 这有一招平炮打马很厉害 要小心 炮二进一 炮二进一 炮二进一的时候 红方是走了炮七平五 实际红方还有一个简明的下法 就是直接还是里边打 把中兵气掉 打你呢 如果你打掉的话 我就退市 然后你只有过足 看这马不能逃 对 逃就僵死了 正好是发生效 现在红方这给你牵住住 他可以走冰九进一 也可以直接打掉 打掉你这马只有退中 你不能踩兵 不能踩兵 如果一踩兵 摆中炮绝杀了 他摆中炮绝杀了 你这将军只有出架 炮七 他在一进马先将 上将 然后 炮七平四 回去 对 完了 下一招 双炮将 绝杀了 所以这个棋呢 炮马下成这样也是很精彩 真是 主要还是花石像的棋 当然 当然这个棋呢 红方当时还是不舍得 红方走的还是比较 要我我也先看上 对 哪算得先那么做东西 先看上了 那么黑方呢 现在走的是 足 三进一 过足 红方 满 那必须得拖住 这个 这个挡住 这不挡住 我曹江是很厉害的 对 然后红方打掉 炮六平一 吹一方 足三平四 这招棋下得很好 攻守兼备 炮一平二是吧 对 很细 他既保留了底线的攻击 而且 随时还能撤回来 炮二推三 关键防你足四进一 对 如果你足四进一的话 他退炮 牵住 这样发展 红方多兵占优 真是挺细 这招棋走的 建功力 现在黑方 炮二尖二 他是准备跳边马 下一招 往里钻 往里钻 适逐简化 我觉得黑鸡在适逐简化 对此 也有点浑水摸鱼 他看这边 马炮足 能不能有一些攻势 那么 这个棋 红方是先 冰就进一 对 他一跳 跳 是吧 红方防守也比较巧妙 向武推棋 让你来 牵制 让你来 对 将军 出来 这个棋 换也换不起 对 他这不能换 肯定不能换 就是要创造机会 进一 将军 帅 进一 对 这样他逃马 下到这儿 如果走 马三推四的话 假设马三推四 红方是先B一招 因为他准备是将 是吧 然后黑马将军 红方 退 黑方有一招叫杀 对 这是杀 这是杀 准备马二进三 将死 但是红方呢 炮二退四之后 防住了黑方的攻势 对 这就看出当时那个炮瓶的好处了 对 所以这招棋 真是攻守兼备 对 真是很见攻力的 那么这个棋呢 当时实战 黑方也没有选择 选择的是 退二 马三退二 登 那么红方 爬二进三 将军 四五退六 对 这样黑红的 炮五进五打下 炮五进五打下 我觉得下来这块的时候 红方看出点机会来了 对 但是这个棋呢 红方现在肯定是占优了 但是下一步黑方走的呢 就有点急躁了 对 黑方呢 他是走了一足 足四进一 红方故意让黑方这么走 实际上应该留这个足 这样的话 这炮呢 正好 炮五退不回来 退不回来 这样黑的还有更多的纠缠 那么实战走完这个呢 红方十四进五 嗯 黑方就把冰踩掉 这样不行 马二退一踩掉 那么红方呢 刚刚好 可以炮五退三 对 这样他只有 炮五退三实际上下到这儿呢 黑方要是走降五进一的话 对 应该还是在顽强的防守一下 但是下一步呢 黄海琳呢 可能也是 可能时间紧张了 有无算 走了炮二退八 炮二退八 这样呢 其实是给红方提供了一个绝杀的机会 那么这个棋呢 马四进六 马四进六 嗯 炮二平四 炮二平四 这个时候走了一个炮二 退四 退四 哎 绝杀 对 这个棋呢 黑方挡不住了 如果要挡就要很巨大损失 不是 进炮 我挡 那么人家正好顺势把黑马打掉 嗯 仍然是一个杀招 所以下到这儿 黄海琳一看 就退死人父了 确实很难带防御 就退死人父 来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给您 讲解到这里 介绍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收看 再见